结果呢 我一回家就发现 他也在我家饭桌上 然后我一进门吧 我爸妈就开始数落我 就开始凶我 因为我年龄大了嘛 我爸妈就想 让我早点结婚嘛 不同意我跟他分手 就说你怎么还不知足啊 就这样 你跟这小伙子 明确地说过 要跟他分手吗 说了 我都把他拉黑了 他还是这样 就是要么就是 就是面对面的 跟他说分手 说过呀 你现在再说一次 我们听听 就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我想跟你分手 你啥意见呀 我不想分手 不是 你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吗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了呀 接他上下班 然后还给他带早饭那些 你不理解 他为什么跟你分手是吧 他一开始也觉得挺感动的呀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 想要跟我分手啊 你现在为什么不好 出去工作呀 我也想过工作嘛 但是他上班下班的 那多不安全啊 不是 他没有你 他前二十五六年 不都很安全吗 孩子 你现在是不是满脑子都是他 就他现在是你世界的全部 是不是 是 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可能真的想跟你分手 咋办 改变 怎么改啊 我的妈呀 他老是想一出事一出 还特别幼稚 就他老不觉得自己做的 到现在为止 不是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你跟他在网恋爱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和感受到吗 还是那个时候其实你挺享受他对你的这种年龄感的呀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啊 但后来他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感觉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发现他考虑事情没有考虑到未来 没有考虑到以后 他对你好吗 对我好是好呀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 我爸妈跟我朋友觉得你好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事情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过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了 我这样说了也不好 那我爸妈不是对你有意见了吗 然后他倒好 他刷他妈妈信用卡 还不接他妈妈电话 然后他妈直接电话打到我这来 我觉得他做这个事就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在他妈妈心里面会怎样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找工作 跟他好好在一起 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怎么好好在一起啊 找一份能够照顾好他的工作 能够照 就是你的工作就是要照顾好他是吗 就是未来你做一个全职的一个丈夫 是这个意思吗 你的所有工作就是照顾他和家庭 是还是不是你告诉我呀 是 但是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呀 我也可以一边去工作一边来照顾他 那你工作呀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这是第一次 初恋是吧 嗯 你是觉得反正你的世界里除了他就没有别的了 对吧 是 行吧 所以坚决不分手是吧 是 他一定要跟你分呢 希望他能够原谅 哎呦 你怎么把一个小伙子给折磨成这样了姑娘 好像现在受折磨的是我吧 我觉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都太累了 不是你们网恋了多久 他给你奔的线呀 时间挺短的 一个多月他就过来了 就 所以我说我都没有准备好 你不害怕吗 害怕呀 那你还接受啊 他自己突然过来了呀 那你要接受啊 他就拖着行李箱 他就不走了 他赖着不走了 我就说那我帮你找个房子 在那住着吧 然后他就工作也不好工作 我没办法 我就托朋友给他找的工作 他也不好干 但是你们这也托了一年半了呀 你还是享受啊 我躲不掉他呀 他就是有很多方法 让他找到我 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你不承认曾经喜欢他 你这事就不对 曾经肯定是喜欢的 刚开始也挺好的嘛 对呀 你得承认这个 你不能说我们发生了问题 刚开始是挺好的 我想跟你分手就 把所有的一切抹掉对吧 刚开始在一起的是挺好的 然后我也很 是不是还挺享受 对 只是因为你发现了说 这个男生给予你的一切 是通过谎言 或者虚假的一些事情办到的 对 他要是改了呢 我感觉他改不了 因为他都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怎么改呀 好 我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 所以是一定要分的 对不对 对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 不管他改和不改 分定了对吧 对 死心了吧 踏地了吧 来吧交给你们吧 看看怎么帮助这个 年轻的小朋友成长吧 一起进入秋笔特文卷 男生很喜欢这个女生 对 愿意听她的吗 愿意 那么她说今天想和你分手 你听吗 不听 你刚才不是说愿意听吗 恕我直言 男生像你这样的 不管不顾 不择手段 挖空心思的 全身心投入到恋爱当中 也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生活也并不是 整为了爱情 女生想逃离 我非常理解 当然男生走到今天 你是有责任的 是你给了她一种莫名的信心 因为她知道 你也说了 比你小的 你是拒绝的 她比你小五岁 结果她恋爱成功了 是不是你给了她一个信心 她认为 今天你再说要分手 我只要坚守 依然 但是问题男生 你真的要搞明白啊 爱情它是现实 和浪漫的综合体 你呢 只顾浪漫 不顾现实 爱情并不是 只有风花雪月的 所以你现在是 如何去面对现实 务实一点的问题啊 刚才说到了 为了女生过生日 哄她开心 你看刷的是妈妈的钱 你认为这样 女生就开心了 但你考量过 你妈妈会不会开心呢 你认为做男人的 我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让你开心 但这一切努力 都是应该靠自己的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的工作 你现在暂时 真的还不适合谈恋爱 最后我送你八个字 放下自己 放过对方 好吗 谢谢 男生 我跟余老师说的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进去了吗 我估计你 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吧 这些道理 我想你的女朋友 可能跟你说过很多次 真正关心你的人 可能也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们真的担心你 真的担心你 就此掉入这个漩涡 我们说年轻人 为了爱燃烧自己可以 但咱别烧伤烧死了呀 我们说可以为了爱情执着 但是不能一头 撞在牛角尖里呀 你现在想就一件事 他要和我分手 我就想尽各种方法 让他不能脱离我的视线 让他不能离开我的身边 我去找他的朋友 找他的父母 用所有的一切 我能用尽的方法 去让他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方向走错了 劲儿用错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让他在你身边 就一件事特别简单 我去好好工作 我去做一个 踏踏实实地闪光的我 你看看他爱不爱 女生其实你从 一开始跟他网恋的时候 是喜欢他的 对 他来到你身边 你也是没拒绝的 没有 他一步步展示出 他本来的自我的时候 你觉得哎呀天呀 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我现在甩也甩不掉了 好麻烦 先想想我们这第一步 自己走的对不对 是不是不了解对方 就让自己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是不是我们自己贪心太多 才误入泥泞 所以我真的奉劝女孩子们 不要盲目地开始一段爱情 学会观察 不要心急 爱情总会有的 即便没有我们要好好过啊 你看你现在爱情 搞得自己也很难堪 感觉你要真甩着他 你自己好像良心上也过意不去 也怕他出问题 也怕他缠着你 所以再要开始感情的时候 三思而后行 所有女孩子都要 秉着这样的方式去谈恋爱 就会减少麻烦和伤害 谢谢 初恋哈 是吧 初恋基本都不能成 你先记住我这句话 初恋基本都不能成 其次 女人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男人 首先 她先得顶天立地 是个男人 其次 你在做那些 让我感动浪漫 有情调的事情 我会觉得 你像个男人 就是你不能本末倒置 你懂吗 但是在你们两个人 这段关系当中呢 我反而挺心疼你的 我更多的是 对于这个女生 有一种咬牙切齿 就其实 我觉得女人啊 真的有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说 虽然我也同样身为女人 你说碰到一个男人 全心全意对你好 你嫌他软弱无能 他事业有成吧 你嫌他看不见你 不在乎你 刚才 我们在你们说的过程当中 米娜老师就悄悄跟我说 你说这男的要是一个 也上着班 然后工资又特别高 然后偷偷出来 给你送杯奶茶 是不是得感动死啊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 你在找他的时候 你看到 不是他气心吗 体贴吗 照顾你呀 你跟他网恋的时候 他怎么对你好的 你跟他网恋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工作吗 他工作能力什么样的 他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你有了解过吗 而你为什么不跟你爸妈去说 他现在真实的状况 你不就还是享受 舍不得他对你的好吗 否则你至于受甲板气啊 你至于跟你爸妈说 他没工作靠我养 你爸妈还让你找他吗 所以你就是一边享受着 他对你的好 然后一边呢 又觉得他软弱无能 我们不否认 他确实是恋爱脑 确实是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感情上面 这样是不好 可是你不能一杆子打沉它 他对你好的时候 送奶茶的时候 你有本事别出来别要啊 你说你给我回去工作去 我要什么奶茶呀 你喝了吗 他对你的好 你全盘接受 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 对你好 他能感受到 你感动的那种 带给他的快乐和兴奋 他也就忽视了 他到底有没有能力 去实现这份爱 你试试 你不给他还那些钱呢 最后我跟男生说 爱不是光凭一腔热情的 爱是需要有能力的 我想请你想一想 你到底是爱他这个人 还是爱谈恋爱的 这个时光和这段过程 谢谢 其实也挺好 这一生里头有一个人 能够这样为你赴汤蹈火 为你舍生忘死 全世界只为了你一个人而存在 可能这一辈子 这是你最浪漫的一次了 虽然说这个浪漫 得自己买单 但也许离开他以后 你再遇到的爱情 总是会差了一点什么 因为可能那个男孩 不会自己的工作不要 跑来只为了送一杯奶茶 可能这一生 再也遇不上这样一个人 男孩自己也会为 刚刚我的这个逻辑 也很感动吧 因为你内心也是这么想的 你想我拿我所有的来爱你 我给你的这么多好 你敢不敢动 就像带着箱子 奔线去找他一样 他为什么没感动呢 他也有感动 但是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 都应该有一个自觉 就是不成为他人累赘的自觉 不在经济上成为他人累赘 不在精神上成为他人累赘 我们可以在一起 把生活过得更好 而不是我把你拖入一个 每天要还信用卡的绝境 你奔线 他原本以为是一桩浪漫 来了一个能照顾他的男人 但没有想到这个男人 还需要他买单 你做的很多事情 他也有感动 但不太感动 因为你给的都是你能给的 你说你有什么 你有的就是时间 你说你没什么 你没的就是钱 没的就是工作 没的就是能力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 就是时间去讨好他 他会觉得稀罕吗 你一天24小时 你都是闲的 你无聊啊 你处在楼下等他也是等 你在屋子里刷手机 你也是这么过了一天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人 你却能够抽空送一杯奶茶 他当然都会感动了 可是现在你正好相反 而你的女朋友呢 条件又是跟你不一样的 她现在缺什么 一缺钱 二缺时间 她的时间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吧 自己也开始着急了 父母也着急了 而自个儿应该钱也还不够多 不足以靠自己挣钱来支撑一段 你不工作 围着他转的这样的感情生活 他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跟他一起承担身上担子的男人 而不是要你继续当累赘 所以现在对于你们来讲 你也不用说我改 因为这一种说我改的这个态度 特别像我女儿要犯了错误 我问他怎么办 我改 怎么改 你说怎么改 我就怎么改 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生活里头 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谋生技能是什么 你有什么计划能够让自己改变这个状态 这个才叫我改 而不是女朋友嫌我 我改 女生 至今他 你说你甩不掉的原因 在我听来都极其荒谬 你的家里 为什么父母的门 他还能进得去 因为你没跟父母说实话呀 为什么你的朋友那里 他还能找得着 因为你没跟朋友说实话呀 就像你讲的 我不跟他们说实话 因为我对我们未来 我还留有余地 所以今天 无论你在现场讲得再咬牙切齿 但你内心还是期待的是 这是一个改造大现场 他能够摇身一变 从此22岁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有担当成熟的男人 可能吗 你今天的话虽然说的决绝 但是我知道 你内心里头还真的没有打算 自己一个人好好开始生活 否则你不需要到这儿来 你只需要告诉你父母 不要再让他上门了 他满嘴谎言 他欠的钱都是我在还 连他妈都是找不着他 找到我这里来 什么叫躲不了 躲到酒店 躲到这儿 躲到那儿 情况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都自己去好好想想吧 如果你们两个人还决定往下相处 他只需要去上班 你只需要停下抱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